竖屏如何拍出电影感 一个人的竖屏氛围感拍摄 你只需要一台DJI Pocket 3 打开旋转显示屏 选择继续竖屏拍摄 就可以直接开始竖屏拍摄了 横屏构图看横向左右的画面 竖屏构图看上下空间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Poke 3的镜头方向按键 找到最合适的构图 记住秘诀 保持画面干净 保证600空间 让拍摄主体尽可能停留在画面下方或居中会更好看 利用好Poke 3的自拍功能 在相机离自己比较近的位置自拍的时候 点击屏幕下方的旋转镜头 就可以通过显示屏看到自己的构图 在相机距离自己比较远的时候 记得连接DJI MIMO 可以通过手机屏幕看到自己的构图 这一点在自拍里一定要使用 可以帮助你减少拍摄时间 出片效率更高 找到好机位就能获得好构图 多利用Poke 3自带的脚架 出门旅行非常方便 竖屏拍摄因为上下调整空间足够大 可以多尝试不同角度的高低机位进行拍摄和调整 比如低角度拍摄窗帘被风吹动 架在凳子上获得的俯拍机位 立在泳池边的仰拍机位 无需额外的三脚架就能够获得 单人拍摄弱点就是视频偏单调 不够动态 尽量拍摄一些有动作的画面 比如打开窗 比如点蜡烛 比如倒咖啡 竖屏视频会更注重沉浸感和细节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成片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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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